一些同修党会在以前办理海外签证和机票酒店的过程中 没有走正会渠道办理 遭遇到办理人员的欺骗 对方收取高额押金之后不予办理 造成同修的经济损失 一个同修马上上乡 跟观地菩萨说了 观地菩萨开示了几句 你们这些弟子 是你们自身业力原因 所骗弟子 你们自己想想可有不如理如法之处 自己境界不高 只想去法会受你师父加持 他们不扣你 何能扣你 自己搞搞清楚 你们都精进吗 你们都会为终身而活了吗 只做表面功夫 现在知道通过流体了 好好的宵夜 请南京菩萨出面协调 这些欠款 是会退关于你们的 你们计划精进了 把主爱消掉后 这人如如不退 我观地菩萨 是会出手 请师父开示 我知道你拼命想学 观地菩萨讲得庄严一点 但是你说说看 你学的像不了 要记住了 首先不要动小脑筋 走正道 听得懂吗 第二 像这种欺骗人家的人下地狱 我告诉你 师父讲的 欺骗众生的 钱 欺骗众生的人会下地狱 明白了吗 他的业他自己背 第三 好好求求南京菩萨协调 南京菩萨真的是做专门协调的 南京菩萨协调 钱退一点回来 那么就算了 好吧 然后呢 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呢 像老实话 他的报应就更大 他自己 像他这种人 我可以告诉你 他骗到的钱 有一个故事就是 这个人 骗到的 骗了人家说要造一个庙 一个企业家 他拉了很多企业家 让人家散心 说要在某个地方造一个大庙 什么功德无量 结果人家企业给他钱了 他全用掉了 最后怎么样 知道吗 最后生癌症死掉了 三个月 而且这些钱 从他家 他老婆为了感悟了 他老婆想通了 把他存在银行里的钱 全部拿出来再做功德 你说他拿到了什么了 他最后拿出这条命 所有的钱全部又退还了 你试试看 你说值得不值得 这就叫因果报应 明白了吗 弟子明白了 好了 杨师傅 你好好学 以后 以后去模仿 关帝菩萨声音 要壮严 听得懂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